都知道小沈阳是赵本山一手跑龙 亲自带出来的徒弟 自从一个春晚小品捧红了小沈阳以后 师父赵本山就特别的担心他 生怕作火箭出名的小沈阳出问题 所以赵本山不但教他怎样演戏 而且平时更加注重言喘声教 知道他如何处事为人 有一天晚上 赵本山和众徒弟在一家饭店就餐 临桌有一位粉丝突然直奔赵本山要求合影 他的这一冒失举动 早被眼尖的小沈阳看到了 他觉得这个人太不失食物了 师父正在吃饭呢 劳累了一天难得清闲一会儿 怎么还来打扰呢 小沈阳便快步上前把他给打架了 赵本山虽然正在吃饭 但也仍然注意到了这一细节 他立即站起身来 拉下脸对小沈阳说 我说以后你要这么做 我就会狠狠的对待你 我知道你是好意 怕我累着 可是当明星你不能嫌麻烦 当这些人都不找你的时候 才是真正的麻烦 观众是什么心情 在他们心目中 确实那明星当回事 因为艺术是感情的衔接 他跟你都是真的 他不是公卫女 因为你身上没背各种关险 因为他不需要提拔 他只需要跟你照个相 回到家 挂到家里头 就很满足 说我跟这个人照过相 他在电视里老出来 其实照相是瞬间的一点事 无论你是什么心情 你要做好一种准备 无论你当时想啥呢 在照相的瞬间 你至少是会给对方一个笑脸 这个笑脸会被记得一声 说完 赵本山不但极其热情的 满足了那位粉丝的要求 而且还让小沈阳 给他敬酒赔礼 当小沈阳与那位粉丝 俩人拥抱了那一刹那 在场就餐的所有知情者 都被赵本山的举动 深深的感染和打动了 一个当前如此炙手可热的 当红大明星 对于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竟然也如此较真 难怪他从已多年 始终都有良好的口碑 事后赵本山 仍然不忘再次盯住小沈阳 为人处事 不但要识大题 而且还要注意细节 看似极其微小的言行 就有可能给人留下大化病 从而影响你的视野和人生 这次的打压教训 让小沈阳明白了很多道理 形势也变得更加得体